几十位志工排排坐 前方有老师在讲授 关于身体健康保健等相关知识 工僚区公所举办的 年度志工队讲席 今天在公所四楼展开 这也是志工队在后疫情 时期久违的团聚 这两年疫情期间 志工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各个都是劳苦功高 还有一些未来志工 你觉得做志工辛苦的地方 不会辛苦 有时间 做一天 他平常要做什么 没有 要做油 志工平常也帮忙工作来做 独老的问安 还有关怀访试 像疫情期间也有做一些送餐的工作 那我们的志工像之前疫情 刚开始的时候也都有在帮忙 做那个车口罩的这个工作 工僚区公所表示 工僚区公所志工队成立十年之久 是一支非常有制度的团队 平常公所办理各项活动 独居老人问安 还有关怀访试都是靠他们在进行 虽然这些志工平均年龄都几乎超过六十五岁 但他们依然保有着热情和活力在服务大众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志工的讲习跟训练 我们平常就是教到就是教他们有关健康保健的知识 那疫情期间可能大家平常都比较少出去运动 今天特别安排了这个课程 那志工也利用这个机会互相交流 那我们办一个这个庆生会 那也感谢志工平常对公所的协助 志工队的志工王金土就说 疫情期间有一些送餐工作 虽然每天奔波但却不觉得辛苦 能够帮助到区内长辈觉得很开心 今年一年一度的志工训练 也感谢公所安排有关健康保健相关知识 现在都较少出门 也利用这个机会互相交流 借成为共聊采访报道